路寨 物我合一 是佛家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 王维从小就在母亲的影响下念佛修行 更是时常将自己视为万物中的一员 小时候当别的孩子在树上窜来跳去 摘枣偷逃的时候 他却将自己当成了一棵树 静静思考着这头顶的风 何以游走不定 云为何变幻无穷 长大后 当官场同僚在公雀中 尔虞我诈争夺富贵荣华之时 他却将自己视为公雀上的飞鸟 默默沉思着 这公雀上一砖一瓦 已经有了多少岁的年龄 四十岁以后 他甚至带着自己对恶我合一的向往之情 隐居到了网川之中 在这里 他变成一朵安静的心仪花 见户既无人 纷纷开且落 在这朵心仪花的眼中 一切皆美 皆可入诗 白石滩 竹里馆 心仪屋 等佳作也是分之踏来 而陆寨更是名片中的名片 诗提名为陆寨 寨与寨同 指榨栏 这里是王维圈养迷路的地方 故而取名叫做陆寨 傍晚时分 沐浴着西洋的余晖 王维又来到了陆寨 在一块布满青苔的石头上坐下 望着山顶 此刻最让他动情的 不是那些在夕阳下追逐嬉戏的陆群 而是在一旁静默无语的青山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与想 这里的空指的是空旷无人 虽然山上有野花烂漫 有芳草漆漆 有龟鸟飞回 但却空旷地看不见其他人 虽然看不见人 却能听到远处深处人的声响 连那么远的声音都能传进来 可见这里是多么安静啊 樊井入森林 覆照青台上 井上面的日是行旁 下面的京是生旁 最初指太阳光 在这里指夕阳的余晖 复指又一次 夕阳的余晖 反照射进幽深的山林中 依依不舍地在消失之前 又一次无声无息地 照在了青台之上 夕阳不语 空山静谧 青台沉默 而这时的王维又在哪儿呢 他静坐一鱼 正在忘情地 望着这大自然的一切 忘情到 仿佛自己 也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空山中 静想着这青台上 最后一抹夕阳 这种以物观物的视角 世所罕见 这空山里的王维 是何等的 晨绿皆空 勿我皆忘啊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与响 繁景入森林 复照青台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